大家好,我是东京炎太郎 我想那个抓顶抄底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就是操作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抓顶抄底的神器 叫做九转序列 可能有些人听说过 那么今天我还是从那个最基础的定义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教大家怎么去用这个九转序列 然后在日经225指数上做一个验证 最后我结合自己的理解 去讲讲为什么这个九转序列有效 首先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是九转序列 首先九转序列是一个指标 它像我们的移动平均线 MACD以及那个RSI RCI一样的都是一种指标 注意我们知道技术指标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趋势指标 就是表明这个方向的像那个移动平均线 还有那个指数移动平均线都是属于趋势指标的 还有那个布林带也算是一个趋势的指标 还有一种就是叫做震荡指标 震荡指标的话 它是算是看它那个是算超买还是超卖啊 像那个RSI算是一个震荡指标 那我们的九转序列是属于震荡指标的 这个指标的核心思想是来源于技术分析领域的著名大师汤姆迪马克的一个TD序列 这个TD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它的那个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缩写啊 叫TD序列 它的定义其实很简单 就是连续九天的收盘价高于或者低于四天前的收盘价 那么其后的走势很有可能发生反转 也就是说一直涨涨涨涨涨 它的收盘价一直高于前面四天的收盘价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到第九天的时候就是开始反转 那么具体的话我们看一下 这个定义用文字描述很难理解 我们看一下首先看一下第九 就是说相当于要就是说某一天的收盘价要低于前面 连续九天啊 低于前面第四天的收盘价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首先这个白色代表阳线啊 黑色代表阴线 这个收盘价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往前数那个四天啊 一二三四看到没有 这个价格是要低于这个收盘价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标一个一 那么二的话啊 看下面这一个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往前数四个 一二三四啊 这个收盘价是在这个地方对吧 那么显然这个地方的收盘价肯定低于这个收盘价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二可以标上了 那如果呢 这个二这个地方的收盘价要高于啊 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收盘价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二就不能标了 那你就是要重新要清零 那重新来数遇到那个高 低于那个前面第四天的那个收盘价的地方 我们就把标为一 那么这个刚好就是低于前四天的收盘价 所以说标为那个二 接下来我们看这么一个啊 我数标这个地方的这一个 收盘价在三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收盘价是往前面数 一二三四 它收盘价在这对吧 所以它是低于前面第四天的那个收盘价 所以可以标上三 那么这个后面一个K线是一个阳线 阳线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是不是低于前面那个 四天的那个收盘价呢 一二三四 明显是低于的 所以四可以标上 那么五的话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它要低于前面四天的那个 前面第四天的啊 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 一二三四 那是低于的啊 所以说五可以标上 六的话可不可以标呢 六的话它收盘价在上面啊 上边缘 我们往前数四个啊 一二三四 收盘价在这 所以它还是低于前面的第四天的那个收盘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面后面一个啊 后面一根它的收盘价是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前面数四根K线 看它是不是低于前面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 那么一二三四 它的收盘价在这所以是低于 所以七也可以写上了 那么第八天的第八这个八下面这个这个 目前还不能叫八啊 我们就把它那个收盘价放在这里看一下啊 前面四天 一二三四 那么它是低于这个收盘价的 所以八可以标上 同样的这个九这个地方啊 它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那么往前数 一二三四 它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收盘价是是低于这个收盘价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标上九 那么好 到了九之后呢 这个股价有很大的概率会反转 本能下跌的是吧 反转就是上升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K线后面果然是上升的 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啊 不是真实的 回头我在日经二五上用真实的这个K线图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低低九的那个一种计算方法 注意要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一二三四这个数字标的时候 一定要连续的啊 如果一旦比如说中间这个 第五五这个地方的收盘价 它如果高于了前面一二三四 如果高于这个一这个地方的收盘价的话 那么这个五就不能成立了 要重新清零重新计算 类似我们看一下高九是怎么算的啊 高九的话就是要就是说 它的收盘价要大于前面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从一这个地方标的看起啊 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前数一二三四 大家看到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的收盘价是高于前面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的 所以一可以标上了 那么二的话大家一看很容易看到啊 要高于这个收盘价 所以说这个二是也可以标上的 那么三的话要高于前面的一二三四这个收盘价也是高的 所以三也可以标上一个高的三 那么四的话这个收盘价在这个地方要高于前面的一二三四也是高于这个收盘价的啊 所以四可以标上 那么五的话五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它下跌的啊是一个阴线 那同样的要它下跌不要紧 但是不能低于那个就是前面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 高于的话就可以标啊 那么一二三四肯定是高于的啊 所以这个五可以标上 六的话很显然啊 六的收盘价在这儿 它要大于四日 第四根K线 一二三四就是二上面的这个收盘价啊 六上面的K盘价要大于二上面的开盘价的话收盘价的话 那么就可以标上六 类似的啊 七要大于前面的一二三四就是三上面的这个收盘价 很明显的这个要大于它的啊 所以七是也可以标上的 如果万一啊 大家看到如果七这个地方收盘价不是在七这个地方 而是在下面这个地方 收盘价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这个它就不大于前面一二三四的 这三前面的一个收盘价 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重新要清零了 那就不能算了 不能写七了 那么要重新计算 比如说要最后要达到那个这个标准之后呢 从一开始数 因为它要连续九天啊 类似的啊 八的话明显的是高于一二三四 高于四四四这个数字下面的收盘价 九的话 也是要高于一二三四要高于五 这根K线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明显高于的 所以九可以写上 那么达到九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一直上升嘛 连续花到九之后呢 它有可能反转下跌 大家看一下果然是反转下跌了 这叫高九啊 这个是它的详细的定义 大家可以仔细按照这个图去琢磨一下 那么九转序列到底该怎么用呢 很简单就是 低买 低买高卖 就是低九的话就买入 连续跌跌跌到出现一个低九 然后就买入做多啊 如果高九的话就卖出 我一直觉得啊 我一直认为啊 最近就是觉得低买高卖 才是正确的 那个追涨杀跌 这个是不太好的 就不能追涨 其实用九转序列 还有江恩理论也好啊 江恩四方图 那个上面讲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种思想 就是我用的思想 就是低买高卖 你在低的方 低方买高的涨上的就卖掉啊 那么九转序列也是符合这个思想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结合上面右边这个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K线图是2021年的 就是10月份到2022年初的一个K线图 大家可以看 是日进225的K线图 那么按照刚才的定义去找一找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低九好吧 就是下跌的过程中 会不会产生低九 我们随便从一个地方开始试一下啊 首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收盘价 这个它一 前面的一 二 三 四 它并不低于它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标数字 那么再看这个地方 它跟它前面第四根K线的 收盘价是高还是低呢 一 二 三 四 还是高 所以不能标第一九啊 可以标一个高九 高九的数字啊 同样的收盘价在这儿 前面的 一 二 三 四 这个收盘价 好像是比第四天这个低了 对吧 这收盘价嘛 前面一 二 三 四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标个一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收盘价在这儿 它是不是比前面第四天的收盘价低呢 那么一 二 三 四 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是比它低的 所以这地方可以标一个二 低的二 前面这个地方明显也可以标啊 因为数一 二 三 四 就是最上面这个阴线 它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它的收盘价是要低于前面收盘价 所以这可以标三 好 看到这一根K线 那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它要比前面第四根的收盘价要低 那就一 二 三 四 就这根K线低是吧 所以是可以标上四的这个地方 好 关键点在这儿来了 这个收盘价在这儿 要比前面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低 那就是一 二 三 四 并没有低 看到没有 它收盘价在这儿 是比它高了 所以前面标的全部作废了 不能标了啊 作废了 标到四就结束了啊 要重新 重新标 那么接下来继续往下 往下看吧 这个收盘价在这儿 那么比前面的收盘价要低吗 一 二 三 四 比它高 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能标低的数字啊 那么这个地方收盘价呢 很明显的啊 在这儿 也比它高 所以也不能标了 那么这个地方收盘价呢 一 二 三 四 也是比前面的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高 所以也不能标了 那看一下这个 这根K线 一 二 三 还是 哎 比这个地方低了啊 比这个地方低了 这个收盘价比这个 收盘价低 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标一个一对吧 好 接下来收盘价在这儿 前面的 一 二 三 四 它也比它低了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这个比嘛 所以标一个二 同样的这根收盘价一 跟前面的这一根比 它也是低的啊 所以这儿可以标个三 那很明显的 这一根K线的收盘价 它也跟前面的一 一二三四 就是 这一根比啊 它也是低的 所以可以标个四啊 那么这一根呢 收盘价在这儿 跟它前面的一二三四 也是低的啊 所以标一个五 好 接下来一个长的阴线 阴线的这个收盘价很明显的 要比前面的一二三四 最开始的一 这个数字这个地方的 收盘价要低 所以可以标一个六 接下来 一直下跌的啊 所以可以标七 你想象一下知道 然后这个地方肯定可以标八 因为它要跟前面的一二三四 就这一根K线 跟这个比啊 那么这个阳线 它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它的收盘价 是不是比前面的一二三四低呢 是的啊 一二三四 是比它低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标九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标个九 那么这就是一个低九 那么低九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这低九就是低九买入嘛 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结束之后 你可以去 在这个地方去买入 当然后面买入之后呢 继续往下跌的 它其实那个收盘价 并没有 并没有收在那个 前面这个低价之上 收盘价之下啊 全部收盘价收在那个 这个 这个低九 这个最低点的之上 因为你如果止损的话 就设置下面的止损的话 买入的啊 设置前面低点的 下一点止损 那你可以买入 可以持有 大家看到没有 就反转了 这个指标特别有意思啊 就要去数 所以买的话 可以挣到这一波 当然这是画低九 你高九的话 也同样可以去画啊 这个核心的思想 其实特别特别简单啊 就是看 当前的收盘价 跟前面 第四根K线的收盘价 比是高还是低 而且要连续的高 就是有高九出来 连续的低就有低 就有低九出来 好我们来接下来 就是在那个 日经二五指数 从2020年1月份 到2022年4月份 这两年期间 我们去做一个验证 我想说的是 在就是 Trading View上 没有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我自己写的啊 自己写了这个 就是九转序列的指标 我们直接把结果打出来了 我没有像刚才那样数 大家也可以用 自己去数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这有一个低九 看到没有 低九的话 我用那个 向上的一个箭头表示 如果在这个地方买入的话 有一波涨 这是可以挣的 对吧 这个地方呢 低九你买入的话 但是它下跌了 所以这是失效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有几个地方失效 这个地方是对的啊 这是对的 这个低九 也是对的 买入的话肯定会挣 这个地方低九买入也挣 这个地方低九买入也是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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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有 12345678 八个里面只有一个失效 好 接下来我们看高九 高九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它失效了 虽然有高九 但是没有往 没有跌 反而往上涨了 所以失效了 这个地方是对的啊 高九往下跌了 这是高九也往下跌了 这个地方也是高九 也是往下跌的 但是跌了之后马上反弹的 我算它也是准的啊 这个地方高九明显的是准的啊 这是三万三零七吧 这个点啊 然后这个地方高九也是准的啊 跌了 这个地方高九就不准了 这是九月份的时候啊 就是九月份那个时候 暴涨那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的高九的话也是准的啊 大家看到啊 高九的话有两个地方不准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不准 低九的话只有一个地方不准 那么最后算下来的话 高九的话准确度大概是75% 就是八次里面有六次是准的 低九的话有八分之七 也就是87.5% 这是才验证两年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验证过去十年的 二十年的数据 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九转序列 对于超 摸顶啊 摸顶抄底的这个准确度 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 一个交易策略 或者一个指标 如果有50%以上的准确度的话 你再配合自己的交易策略 你就可以来稳定的盈利了啊 因为按照2比1的盈亏比 来计算的话 你只需要多少那个胜率啊 只需要33.333%的胜率 你就能够持平 你如果有50%的胜率 配合2比1的盈亏比 那么你这个是稳定盈利的 好 以上我验证的 就是日间225上的九转序列的有效性 那么为什么九转序列有效呢 我觉得核心的哲习思想还是 我觉得还是物极必反 因为你涨太多了 肯定就要跌 跌太多了 肯定要涨 这是最核心的那个 大自然的一个最朴素的哲学思想 那但是为什么是九呢 大家知道九是一斤中的阳极之数 也是我们能数到最大的数 实践制上看 1234567890 对吧 九是最大的一个 就是数 实践制中最大的一个数 它其实也代表那个八卦中的阳瑶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前卦里面 它上面有那个出九窑 九二窑 九三窑 九四窑 九五窑 上九窑 这个九的话就是阳的意思 这个是阳 就是一横子是阳 那断开的就是阴 那么这个九的话是阳窑 也是我们就是一斤中的一个特别的数字 像这个九五 这个九五之尊就代表皇帝 是最强盛的地方 阳最强盛的地方 所以它那个九的话就比较有效 但其实大家也可以验证一下 也不一定是九 你看一下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它因为那个九转蓄力 这个九形成的过程中会有八六七五四三二一 对吧 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八六七五四三二一 这些地方的反转的正确度有多少 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国人发现发明的 但是很巧合 跟中国的易经的哲学思想就不谋而合了 我觉得挺神奇的 我之所以研究这个指标 我觉得可能将来就是把这个九转序列 这个转折点和我研究的江恩变盘日结合起来 我就想这个的准确准确度会应该会大大的提高很多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江恩的变盘日和这个九转序列的九有那个相当于共振或者重合的话 那么这个反转的距离就会高很多这个时候如果去 去做操作的话 我觉得那个胜率会进一步的提高 好吧 以上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九转序列 什么是九转序列 以及它的验证 还有我对它的理解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